订阅傑斯频道 Like和Share我们的影片 集结力量 为自由攜手守护镇上 4月14日北京举行的半马拉松比赛 又再出现造假事件 三名非洲的跑手 临到在充斥前的100米 收慢脚步 以前我们香港有等法叔 今天有等待一位中国的跑手 叫何杰的事件 等待他上来 甚至如果大家有看过那条影片 就看到这三位 非洲跑手都相当之用心良苦 也挺辛苦的 因为去到终点 放尽来跑就容易 但是去到终点要收慢来跑 又要跑得似 这样那些气又要交出来 你猜个个都是 最佳男主角梁朝伟吗 所以都挺不错的 譬如说 其中有一位 非洲跑手 用手拦住另外自己 两位非洲同胞 然后又入手 叫何杰跑快点 临到最后的何杰都看到他气寒气喘 又充不了线 那三个其实就很想你快去充线 你跑快点他才可以跑快点 到最后 就形成一个挺奇怪的景象 就是四个人在最后充斥的 一段里面 大家都是收慢了 夺着步 这样就回来 总之就 营造了一个 就是三名非洲跑手 互送一个 中国运动员 就是冲过终点的 壮观的景象 又惹来很多的 菲尔 还有 有关的部门 又说要撤查 之类 有关南华早报事 整天都有 现在南华早报 好像变成了苹果日报 就访问 其中一位 非洲跑手 来自肯瓦 这位叫 Willy的跑手 他承认 是让给何杰 拿冠军的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真是厉害 没错 不止私底下 他两个可能是朋友 狠压和中国都是朋友 一带一路 大家都是好兄弟 所以让给中国 天朝大国 其实是很合理的 四名跑手 都是来自同一个 运动品牌 穿着他们的衣服 就是特报 这个大陆的品牌 其中 何杰 就是这个品牌的 代言人 所以当然是要给他赢 所以中国的体育 很符合 彭定 香港的东西 就是 中国 其实就不怕 中国政府 就不怕有投票 最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要知道结果 要控制到结果 所以中国其实都不怕有运动会 但是最重要就是每一项的运动 都要比赛的战果 就可以控制到 这些这样的 运动造假 其实在大陆 简直就是常态 外人其实就很难理解 为什么 为什么 都要造假 或者越造越假 或者根本就不怕你假 最重要就是要达到 最终的目的 这些外面人就很难去理解 中国的运动造假 很多人就立刻会想起足球 足球的造假 亦都是非常枪权 其实就不止足球 就 蓝球 灼球 甚至游泳 或者在内地的田径比赛 其实都是 其实差不多全部都会造假 因为 很多时候因为 中国人很讲背份 还有地方与地方之间 亦都要讲 究竟哪一个大一点 还有讲领导的面子 还有裙带的关系 最终其实还有的就是 谁收钱 谁给钱 这些都是会影响到 运动的财果 总之中国人就是不相信 运动应该公平竞争 这些从来都不相信 我很记得 98年世界杯 巴西决赛 巴西输了给法国 大哨朗拿道 和斯丹 两边有份 然后那场 巴西爆烂 输了给主办国的法国 打抗起码有十年 OK 如果你在中国都会告诉你 巴西是怎样造假 甚至他们说到 亏形亏星 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是真的 又说大哨收了多少钱 又怎样 他们都是用回他们那套的价值观 带入去别人那里 所以 其实 第一 其实很侮辱 这个体育运动 但是没办法 但是中国又 但是今天 你要玩的东西 他也要有份玩 所以 但是非常之 中国特色 如果说到 造假的足球 我想 很多中国球迷都在等着 李铁的判决 李铁就是前 2002年 也算是最威风的 中国足球队 国足的其中一员 因为2002年的中国队 用自己的实力 打过入 世界杯的决赛 但是当年 就是日行主办 所以 中国那年 就少了两个 对手 亚洲的席位 没有了日本 和南韩 因为他们两个是直入的 所以 那年的机会大很多 但是 都算是 最厉害的一代 然后 也长时间 在英宵 那些年 踢 爱华顿 踢爱华顿 都是 跟 中国赞助商有关 中国赞助商 Buchacek 赞助 赞助爱华顿 然后 其中一个条件 就是要一直被李铁踢 所以李铁当时 也踢了很多 正选上阵 接着修了山后 早几年就开始做领队 2015年就执教过一队中甲的球队 最顶级就是中超 然后到中甲 2015年 中国足球就很厉害 习近平 一声令 然后就有很多资金 扔进去 然后很多 很恐怖的 世界级的球员 都走去 中国踢球 2015年 李铁就去教 华夏幸福的 河北的球队 做了一个奇迹 奇迹就是 在最后 最后 最后九场 他开始执教 最后赢了八场 来一个八年胜 简直是奇境 从第六位一直直升 升班那两位 我不记得第1还是第2 然后就升班 创造了一个所谓奇迹 后来就 现在就抓了他 踢爆了 特别是最后一场 其实很疯狂 球会就说 最后一场 用了1400万人民币 是收买了对方那队球队所有的球员 其实打假球根本就不需要这样做 但是 他们就要以防万一 所以整队球由领队 去到可能正选 负选球员 总之1400 给了对加那队球会 就自己拿去分 总之我一定要赢 很夸张的 其实打假球 收买了一两个球员 就已经很够 或者收买球证 其实那时候 可能也是收买了球证 然后 李铁就 響了 两年后 中超就教了另一队 就是武汉卓尔 那时候 然后 根据 他被拉了之后 他的玩意 就是 他去到武汉卓尔 他就说 就是打假球这个模式 你問我李鐵有什麼出名呢? 其實不是我教球 因為他也是一個很顯錢的 沒什麼經驗的教練 他最出名的是什麼? 因為他人脈廣 中國足球就是特色 他人脈廣就很重要 你想找哪一隊打架球 我隊隊都有屬人在 總之球會你肯付錢 我就可以 有錢就會洗得鬼推磨 我就是那個洗得鬼推磨的人 所以他的賣點就是 教中國足球我一定是很厲害 可能比意大利教練立比 比很多國際級的教練 因為我的人脈夠廣 我認識人多 這個就是李鐵的賣點 後來他還很瘋 因為他準備去教中國國家隊的時候 他就跟武漢卓爾打龍通 就是 到他去教中國國家隊的時候 他就收回武漢卓爾錢 然後就去挑選一些武漢卓爾的 不能打得的球員 進去踢國足 所以你明白為什麼國足可以踢到這麼厲害 然後就去抬 因為他們可以進入國足 然後就可以抬高他們的身價 這件事都牽連很多人 判了的包括現在的中國足協的主席 好像叫陳述元 那個人最近都判了 判了無期徒刑 其實涉案的貪污的金額 其實比10年前都有一宗足球的貪污案 那時候的中國足協 謝亞龍還有藍勇 副主席那些都收監 但是那時候涉及的金額 其實是說幾百萬 但是現在是說幾千萬 涉及一億 還有李鐵很誇張 因為陳述元都判了罪 判了無期徒刑 OK 跟剛才說的那些間諜 判刑一樣 都是無期徒刑 就是終身監禁 所以很多在中國的球迷都會揣測 究竟李鐵會判成怎樣 因為他涉及的金額 是以十幾二十億計 真的很誇張 只是短短的十年 由以前幾百萬 到現在是說十幾二十個億 不是開玩笑 所以他究竟會不會李鐵判死刑 那就真的不知道 但是起碼都不用等他出來 都出不了 造假其實真的很多 在中國的體育運動 除了足球還有 藍球也很厲害 藍球遠遠近近也很多 數不太多 如果你是比較奇怪 你剛剛來了香港 申請又拿香港身份證的前NBA球員 現在他半個叫北京人 因為他長期都住在北京的馬貝利 他在中國CBA打過 又做過教練 其實他也有涉及不少 有些是打假球的問題 所以來到 香港政府 又大力找他宣傳 即是說很多人 因為他起碼叫做鬼佬 所以又拿他來大肆宣傳 其實又不說一下他的 track record 他的年代 其實無論打球和教球 都很多 涉嫌到有假球的問題 中國的籃球 假到嚇死你 特別去到 季後賽 季後賽要打三盤兩勝 或者五盤三勝 那很多時候 兩隊合起來 就是會 因為不同的原因 就會盡量 打足這麼多場 有時候可能是因為收門票的問題 因為你一場我一場 你過來我這裡打 我過來你這裡打 所以盡量都會打足他 所以中間又會有很多假球 有時候假到很離譜 比如說這隊不想贏 那一隊更加離譜 那一隊更加離譜 然後整場比賽更離譜 讓球給你射極都不進不進 我拿了藍板 又把球給你射 什麼都出齊 很多這些經典 比如去年有一場最誇張的 就是上海對江蘇 那一場是因為某一個 上海有一個主力 之前跟馬貝利那隊北京隊打球的時候 打交 然後他就發了停賽 然後上海隊贏了 入了季後賽 他就一定要打足三場 等球員停賽 等他去到八強的時候 他對深圳的主力 球員停完賽 可以出回來 所以那三場也是很奇怪的 很噁心 到最後 其實因為輿論太過劇烈 因為那場球實在太假了 那三場球 後來上海被取消資格 去年兩個教練 其中一個都電堂級的 李春剛 馬貝利的親家 現在很直接停賽五年 兩個教練 直接是輸的 輸到江蘇的教練 好像叫李楠 直接輸到笑 會這樣 很誇張 還有很多這些假球 其實發生在一些 足球籃球的年輕球員 那些 譬如U十幾 那些 其實很早就開始 醞釀打假球 所以是從小開始 已經訓練到大了 譬如2002年的全國 這個廣東省運動會 不是全國 就是廣東省運動會 有試過 譬如足球的決賽 就是由清遠對廣州 但是因為廣州是大過清遠的 所以本來整場球 本來一直都是清遠領先 3比1 在一個U15的賽事裡面 然後臨到最後 由大人決定 叫那些年輕人怎樣打架 最後一定要給回廣州贏 最後幾分鐘 廣州是奇蹟定的 連入多三球 最後4比3 就是贏了清遠 就是拿冠軍 又有這些 籃球都有的 籃球發生過在一單 一兩年前 那單是很可笑的 那單是怎樣的 就大約 好像山東對浙江 如果沒有可能記錯 山東有一個美女 又是U17的全國女子 U17的籃球比賽 最後的決賽 最後的決賽 就是由山東對浙江 山東有一個妹妹 中國的女子打籃球 大約的平均高度 如果U17 17歲 大約是1.5-1.6 山東有一個叫李子宇的籃球運動員 當年17歲 現在都很年輕 那個人是零射高 2米2多 他是超高的 他在17歲的籃球裡 根本贏了 山東後來總之選擇 長話短說 就是大勝浙江三十多分 但最後 他只能屈居亞軍 浙江是冠軍 打完事後 先做一個類似委員會的事情 很好笑 比賽賽果都打完 改變不了 但是大會就說 我們就是 這些小朋友 年輕人的籃球 我們就不只是計分數 我們還要計分 有一個委員會 他就要平衡一下兩隊的 例如看測的分數 例如總戰果 籃球賽的賽果 只佔整個總分 75% 還有25%分別有 看測、技術等等 我不知道有沒有顏值 因為是女子足籃球 有沒有顏值 我就不知道 總之他就在那25%那裏做手腳 然後 總之整整整整整整 然後變成浙江隊贏 贏這個山東隊 類似這樣的奇怪事情 所以 只要一定掉了 是有個結果在那裏 無論你怎樣 他都可以扭到整個東西 都是符合到主觀的意願 所以 在中國的體育 就是這樣的體育 其實如果在內地 喜歡看體育節目的人 其實全部人都見慣不怪 現在還有一大堆很多 到英國那邊打桌球 現在並不只有丁進輝 還有很多很多個 其實他們都是靠打假波衛生的 有時他們未必需要買通的對手 但是就在贏多少 控制自己輸多少局 配合一些賭盤 他們自己就會做 其實英國也試過拘捕過幾個 所以什麼運動都會在中國 都會涉及到造假的問題 所以你問習近平一定是最清楚 所以你說打球都造假 打仗會不會造假 習近平一定是最擔憂的事件 所以為什麼他經常說要能打仗 打勝仗 又說不怕打仗有什麼 因為他最怕打仗的是他 因為他不是怕他怕什麼 他最怕的就是會打輸 因為他知道是很大機會會打輸 因為他知道 今天他都想不到一個辦法 為什麼要令解放軍打真 譬如說 那些裝備經常說到這麼厲害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如果你說到裝備 這一兩天 其實看到伊朗 第一次直接中攻以色列 射到整個天空 大家都有看過這段新聞 射到整個天空 都是導彈 無人機 然後幾個小時之內 99%都被以色列為首 還有法國佬 美軍 英軍 幫拖 一起在天空 天空中 好像放煙花一樣 99% 由伊朗打過去的導彈 和無人機 全部被攔截了 化解了一場 可能會導致到很大傷亡的死傷 我都不禁去想一下 如果這場 當晚的天空移到台海 有一天 終於解放軍 在習近平英明領導之下 就真的轟炸台灣 其實解放軍和伊朗 其實效果是否差不多 這個很值得推敲 原來這樣射過去 很容易攔截它回來 解放軍是不是比伊朗更厲害 這是我看著畫面的時候 第一個的疑問 還有聽聞 以色列那天 那天晚上 只是做這些攔截 都起碼用了5億多美金 不是開玩笑 看看 50億 550M OK 我突然想不到 總之就是很龐大的一塊錢 你自己幫我更正 但是 一件事就是 伊朗如果 防守這邊都用了550M 其實伊朗那邊 因為沒有透明度 不知道 那所以 你其實都可以 其實這個都可以 幾 幾 是一個reference 就是說 第二天 其實共產黨 你每四次過去 其實都是一個燒錢 中國的經濟 其實 頂不頂得住 還有 所以這就是問題 第二 就是 究竟 你中國的導彈和無人機 其實 是 水分有幾高 你那些無人機 究竟表演你就厲害 但是 如果 放到去對岸 然後 還要做到轟炸 其實這些事情 做不做得到呢 錢 花了很多 但是 究竟 究竟有多厲害 這些其實都很值得去退效 還有 射一次都浪費這麼多錢 究竟 究竟我這裡射了多少次 這也是很值得關注 所以 其實有時候 中國 能打仗 打勝仗 就算你的飛機大炮很厲害 OK 如果你真的 去到開戰 哇 大哥 那你究竟有幾 你 你飛機大炮有很多 我就說飛機 但是 硬件 你可以 你可以生產很多很多架的硬件 但是飛機師 OK 飛機師 這件事 首先 就是 你死 大哥 在上面空戰都會有死傷 那你死一層兩層之後 還有沒有飛機師 這些是很多人都沒有考慮過 就是 如何能打敗 解放軍 我想 就是 習近平 就會比我們更加清楚 還有 就是 造假 他是最清楚 那你怎麼知道 解放軍 那些 飛機師 OK 第一 可能很容易 運動員都這麼容易收買 那麼 飛機師其實 更加容易被 外國敵對勢力收買 還有就是 好像中國的運動員都是這樣 有時候去到 譬如CBA籃球賽那些 有很多去到 不是強隊那幾隊 明知自己都不會輪到自己拿冠軍 打到入季後賽都差不多 提早放隔 放軟 手腳打球 這些僅有 那麼打仗都是 因為 保住條命 就是說 不能排除 難保有些 解放軍的飛機師 就是上了飛機那裡 你叫他去轟炸台灣 他不是 他開了飛機 一路飛 一路飛 飛到別人關島那裡 降落 然後投降 不 舉手 阿沙林 都可以 所以 這個 我想 習近平 就很清楚 除非是他自己打 那就可能會跟你打真 但是 他好知道 他最清楚的是 他的下屬 其實都是 用把口來打的 或者就是這樣打 也可以 但是你叫他真的打 那就 看過 他 你 他 他